Hello,大家好,我是小张 我是一个在新加坡生活十多年的中国小伙 根据最新的福布斯亚洲富豪排行榜 新加坡的50大富豪已经出炉了 那么作为海底捞的老板张颖夫妇 还是继续稳坐新加坡首富的宝座 实际张颖夫妇在2017年的时候 已经从中国移民新加坡了 并且在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 也就是在去年2019年 东上了新加坡富豪排行榜 他的当时的身家是多少呢 138亿美元 荣东新加坡富豪榜帮手 虽然今年受到疫情冲击的影响 我身边做餐饮的朋友无一不例外 生意都是非常的惨淡 惨一点的就直接关门了 好一点的就是停薪留职 但是海底捞的资产却并未减少 以190亿美元约260亿新币 大概是1300亿人民币左右 继续稳坐新加坡富豪榜第一把交易 实际在他们成为首富的这时候 作为一个不知名的YouTuber来说 我为他们真的是贡献了不能说很多 但至少为首富贡献了不少 不管是同事聚餐还是同学聚会 我首先推荐的地点还是海底捞火锅店 但是今年看起来好像新冠疫情对海底捞冲击不大 并且很多热爱火锅的人又是给张勇来了一次神助攻 在福布斯亚洲盘行榜里边 除了第一名是来自于中国的新移民 那么第二名也是一个来自于中国的新移民 新加坡的第二富豪叫做李希婷 他其实是来自于深圳的一家上市的医疗公司 叫做麦瑞医疗的老板 而他也是在今年第一次冬上了新加坡富豪排行榜 第一次冬上去就以身价178亿美元 斩获新加坡富豪第二把交易 我看到网上有一些网民给出的留言比较极端 你像说是赚了钱就移民就跑路 还有的说是幸好是跑得快 这个韭菜避免被割掉 实际这里我的想法是什么 你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假如说你有10万块钱 你有两个选择去买车 一个选择是二八大杠 另外一个是小轿车 那这样你是选择买一辆小轿车 还是去买一辆二八大杠 很显然绝大多数人都会去选择买一辆小轿车 这是每一个人正常的心理 谁不想发展的好 种多一点的钱 给自己或者说自己的家人 创造一个更好的条件呢 您说我说的对吗 好的 如果您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呢 记得在留言区评论 让我或者让更多的人知道 好的 我是小张 这一期就到这里了 如果不想错过更多的精彩视频 希望您能点个赞 加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